赛季中续约由于合同即将到期,且满足其他条件,汤普森可以选择在6月30日之前与勇士续约,否则,他将成为自由求援。 汤普森并不符合指定老教条款,后文贵详细解读,因此,如果佛祖选择在赛季中续约,那么,他的薪水,只能在当前基础上上涨20%。 也就是说勇士能给他最大的合同,14年1.02亿,这份合同的起薪比克莱本赛季的薪水,还要少10万美金。 相信这份合同,已经败在汤沈面前很久了,如果他想的话,恐怕他早已和勇士完成续约。 2019年夏天成为自由求援如果汤普森选择不与勇士提前续约,那么在赛季结束,他将成为一名非限制自由求援。 这也就意味着,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效力的球队,而又是没有匹配的能力。 满足指定老教条款,如果想要满足该条款,那么,一名球员必须在联盟中效力7或8年,且从未换过球队,除交易一级特赦后,被认领这两种情况。 除了以上两点还要满足下面三条中的任意一条。 一,在续约前的三个赛季内,获得过一次常规反MVP。 二,获得过最佳防守球员。 三,在续约前一个赛季入选过NBA最佳阵容。 一,二,三政军可获在续约前三个赛季入选过两次。 如果汤普森满足了这项条款,那么,他可以和勇士签下一份五年以上,占求对公子茂30至35%的合同。 按合同年限为五年,且保持目前公子茂来算的话,这份合同价值1.9亿至2.21亿。 关键点在于汤普森勇士签下任何满足指定老教条款的合同,新年限必须大于五年。 当然,如果双方都有一长期发展的话,这并不是什么问题,在对于勇士管理层而言,给汤普森年限更短的大额合同,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操作空间。 不满足指定老教条款,如果不能给汤普森超过公子茂30%的合同的话,勇士的包价在金钱方面,恐怕并没有太大优势。 每支球队都可以给荷兰提供起新梅3.27千万的合同,但勇士是唯一可以提供五年合同,且薪水每赛季涨幅最高的球队。 可实际上,5%或是8%的涨幅,在大额合同中差距并不大。 前四年二者大概相上600万,前三年更是小于300万。 其他球队完全可以在合同中给汤普森提供一个第四年的球员选项。 汤普森究竟会不会用其他追求者来给勇士的施压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次续约谈判的激烈程度。 勇士拥有汤普森的鸟权,他们可以给汤森提供更加丰厚的薪水。 但续约谈判是一个非常斯人的问题,书球会不会让汤普森感到失落,他会不会为此放弃更高额的薪水,这一切还充满了争议。 就目前来看,汤普森很可能会和勇士续下一份长约,但合同具体的年限关乎勇士的奢侈税,以及长期心经空间问题。 原文,D. A.N.L.O. 编